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那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呢 就叫的用我们传统的意识就比较吓人的名字 他的文章的题目说日本人不再热爱自己的国家 我大概的把这篇文章的意思给大家说一下 他首先说他是一位从在国内 从我们中国上初中的时候就来日本了 所以当然他是上初中相对的 就比较能够了解日本的事情了 如果是上高中来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如果不是特别有意的努力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的那个价值观 世界观已经形成了 如果不努力的话 很容易和这个现实是两张皮 有时候不是他排斥你 而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观 和他差距比较大 那么比如说我把这篇文章献给大家 打开的读一下 大家听一下看 有什么道理 这位作者他写的是吧 他初中毕业又集训了半年日语 有一个人飞到日本来留学了 没想到他一呆呆了18年 读了一下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在日本读高中大学毕业后留在日本 他说日本人的素质国民性不需要我多说 但凡来过日本的大家都知道 他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日本的人现在不是爱国主义 那学校就是一个不爱国的教育 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听说 什么叫不爱国教育呢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日本生活 你没有孩子的话 你对日本社会也是缺少一个 了解日本社会的桥梁或者是处局 我常常说这个孩子就是你 你社会相连接的一个桥梁 或者说是你了解另外一个世界的处局 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 你比如说我孩子 你和这个社会感觉不一样 我就想说我在一个地方上课 我上课的那个班和隔壁另外一个班 另外一个班是另外一位中国人老师 当老师的 他是一位和我年龄一样大的一位男老师 他人也非常好 但是呢就是我有孩子他没孩子 有一次我们那个上课呢 是连着两个小时课 中间有休息 休息的时候大家就会在那个 互相那个休息的地方 大家互相交流啊喝茶啊什么交流 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的孩子来了 那个孩子在那跑着玩的时候呢 这个另外一个那个中国人的 那个老师 他是人特别和气 他喜欢跟孩子玩 他没结婚嘛 没孩子 他跟孩子玩 跟孩子玩的时候呢 那个孩子呢就给他说 要让他把他说 卡塔库鲁马 卡塔库鲁马 那么就是卡塔的话 大家都知道 卡塔是肩膀 库鲁马是车 但是呢 我们日语再不好 但是我们有孩子 我们知道那个卡塔库鲁马 就是把孩子要架到那个 肩膀上 把孩子孩子要坐在肩膀上玩 所以呢 那个人呢 就是那个男的 中国人老师呢 他日语非常好 他也是在那个日本一所大学里当老师嘛 所以他日语非常好 那么但是呢 他不知道那个卡塔库鲁马是什么意思 我就想说 其实呢 不是一个日语的单词的问题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可能对日本社会的了解 还是缺少了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或者说还是浮在表面上的 因为孩子的话 会让你沉到这个社会的最深的地方去 那么就说 这个作者呢 他就写他在日本读书 他觉得日本是一个不爱国的教育 他说首先从日本的幼儿园到小学 高中到大学 爱国都是明令禁止的口号 这个的确是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和平时代的人 如果你说要爱国主义教育什么 人都觉得你脑子有病灌水了 当然日本人不这么说 他反正就觉得日语就说 就是我们的变化的变 他就觉得你黑字 那么发音是黑 不是变化的变 就觉得你 你不是正常人 那么还有呢 其次呢就说 不能向学生灌输 任何的政治观点 甚至连为了国家这几个字 都被严禁的禁止 出现在课本里 这是真的 我们经常呢就会说 日本的那什么教材里 出现什么什么的 这个军国主义的什么的 其实呢那些教材呢 在日本的教材 它是出版社 每个出版社自己出版教材呢 但是至于这个学校选不选你呢 那种教材呢 可能个别的一些少量的 那个私立学校会选 但是呢 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国立的 或者公立的学校 选的可能性很少 再一个呢就是说 那个学校的教材 不是像我们那种全国统一的 这一点也不一样 所以他就说 不许让给学生灌输 任何的政治观点 甚至也不能说 为了国家这样的教育再严禁 然后呢就说 学校不能强迫孩子 齐唱国歌 因为违背宪法 所以我觉得也是过去了 大概有历一两年的时间 就有几个学校老师嘛 有几个学校老师就拒绝 齐立唱国歌嘛 被学校批评了 然后给他们处罚了 那个学校是私立学校 那个批评处罚了以后 他们就给学校打官司呀 他们就告学校 最后呢 告赢了 他们告赢了 就是在东京的最高裁判所 他们裁判的名义是什么 就是良心的自由的实质 或者人家良心的 就是内心自由 你干涉到了我的内心自由 就是日本社会 我觉得有时候 也有点极端的话 就是说干涉到了我内心的自由 所以那个处罚的老师 因为不起力不唱国歌处罚了以后 这老师起诉学校 最后告赢了 那个 所以呢 这个东京最高的这个法院说 强迫教职工唱国歌起立 侵犯了公民的良心自由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 不爱国的这个主义的教育下 他主要是强调 他还是对日本比较友好的印象 他在讲 就说 就这种不爱国的主义教育 诞生了一代又一代 对日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 无比珍惜 热爱日本的人 这个我也认可 因为日本人 他不爱国 不爱领导 不爱政府 但是他爱自己的国家的土地 爱自己的生活的环境 所以呢 他就是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呀 是个特别珍惜 是的 那么就说 为什么在这不爱国主义教育下 他反而收获了这种民主的发自内心的爱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他说 如果要想让这个未成年理解国家呀 民族呀 其实是很难的 那么就说 你怎么样的给孩子那个 灌树树教育 那种偷向的 模糊的概念 孩子还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如果你要让他 就是说去感受这个蓝天 那个这种具体的好的环境呀什么 他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就说 这个日本的初中 包括小学 每个月都有社会实践课 他们这实践课干什么呢 当然 他这个文章里写说到 这个垃圾处理中心 去看这个垃圾分类处理的过程 当然我们的孩子也一样 到那河边呀 什么照相呀 调查呀 所以他到这个垃圾 这个 因为日本的垃圾分类很详细嘛 然后到那个垃圾的中心呢 来看这个处理过程呢 他自然而然就对这个 各种回收垃圾啊 如何从一堆这个乱七八糟的 变成了一张张的 这个很干净的 洁白的纸呀什么 他对这个过程 他对这个过程呢 有一种体验 有一种了解呢 他不用你大人教育 他就能够想到 或者能够理解 所以呢 就说在日本呢 就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看见 是自然保护区嘛 包括你从这个车站 走回家的路上 有一个小的绿地的公园 他就是相对原始森林一样的 还是那个居民 那个无常的 提供给市场的 就是说那个土地的拥有者 他是经常日语说 他的那个地主的好意 一种绿地 所以就说 这个孩子呢 在这个这种各种自然保护区呢 看了这个工作人员 如何那么尽心尽力的 维护那些 长了一百年以上的树 为什么要这样维护着 长了百年以上的树 就包括大家到了东京都 中心的 你看那个 不像我们那个故宫里 很少有树呀 日本的这个皇室 皇宫 那里边都是树 包括那个 林皇宫不远的 那个明治神宫 那里边也都是 百年以上的树 所以呢 这个通过这些 真实的社会事件 大家很容易理解 他说绝大多数的 都是这个社会事件活动 都是和这个自然环境有关的 就是除了这一外呢 就说 当然就说 因为我们中国 近几年的这个环境不好 经常会有这个 中国的那个雾霾 等于爆到影响 或者是中国的那个 黄土呀 吹到日本来了 或者雾霾 影响了日本的空气指标呀 等等 那这个的话 他这个一比较的话 他孩子也非常容易理解 所以呢 就说是 他这个篇文章就说 就像说 你让孩子要理解 这个国家什么很难 但是他区别这个雾霾 和这个晴空万里的蓝天 它是很容易的 所以就说 没有任何的 这个爱国的口号的日本 却诞生了这个 世界上最爱自己 世界环境 自己生存的土地的国民 这个是非常非常 我非常认可的 日本人嘴上不太说 他是嘴上不善于表达 或者说他羞于表达 他觉得说出来不好 因为日本的日常生活中 你和朋友 和不熟悉的人 互相之间都不能聊 这些政治呀 什么的 这种 或者是宗教呀 这些都是忌讳 别人也会反感的 这个地理底下 他讲了 为什么日本学校实行的是 不爱国主义呢 就是日本近代史 发展与中国正好相反 因此中国人认为 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日本的地习处境里 也显得完全不同 因为日本实行的是 不爱国主义教育 那么日本师父 真的就不爱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日本失去了 这种形式上的 爱国主义教育 但实质上 他的爱国主义教育 是存在的 就所谓形式上的爱国主义 大家想必都知道 就是喊口号呀 背诵爱国句子 学习爱国文章呀 宣誓要用自己的生命啊 与热血呀 保卫祖国呀 时刻记住 我们是那个 我们的国家 叫什么 我们是什么国家的人呀 等等这些 这些都属于 比较形式上的 爱国主义教育吧 那实质的爱国主义教育 就是指的是什么呢 就说 所谓的他刚才讲了 那个每个月 都有这个社会实践课 然后老师 组织孩子到附近的超市里 孩子知道食品 进货渠道 从哪来来的 食品上的品质的 那个标明呢 是什么意思 保鲜漆呀 什么什么成分呀 什么什么的 过气了的处理的方法呀 所以这些事情呢 就是孩子们 在自己身边的超市 跟着老师 一起都了解这个过程 所以呢 学校的老师呢 组织孩子们去这个 各种这个 社会实践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就是包括这个 每个市里都有 那个净水场嘛 然后呢 参观了整套的 那净水的过程呀 所以呢 孩子就很容易理解 这个水呢 打开水龙头 就可以喝的这些水 是可以放心的 安全的饮用的 这个等于 和我们国内不一样 日本的水呢 它是任何地方的水 都是打开水龙头 可以喝的水 是很干净的 所以日本人常常觉得 到了 比如说到国 到我们中国出差的话 不知道的话 喝了很容易坏肚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 生存环境 从生下来就不一样的 那么这一点呢 包括我 我以前 我喜欢吃泡菜 在锅里泡菜 很麻烦呀 把水烧开 再晾凉 然后呢 泡菜 不小心那个筷子 沾了一点什么生水 就长毛了 但是 最近我不做了 刚来日本的时候 爱吃国内的泡菜的时候 有人从国内专门拿小瓶 带来了一点那个银子 做 他给我传给我 那就用日本的自来水 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坏果 没有发生坏果的事 所以这篇文章呢 就是这样的 他就说 主要是想给大家说 在日本 大家经常会有一些时候 说啊 日本什么 又出版了什么 军国主义 为主义军国主义 那个什么 什么要要要 就那个 好像日本很危险 又要成军国主义了 什么那样的酒菜 什么的 其实就是大家 这篇文章 我觉得说的很对 因为他在他的宪法里 是规定 不能有爱国 或者是为了国家 或者什么的 这种政治口号 所以就是 每个人做一个 爱环境 爱自己 首先是 爱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 合格的公民 所以日本是一个 公民教育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教育 没有什么政治课呀 也没有什么 他们有公民的课 有社会的课 就是你在社会上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 你如何做一个公民 这样的课是有的 所以呢 我今天就通过 人家写朋友 转来这篇文章 问我是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他觉得 这个题目叫得很可怕 说这个日本 日本人 不再热爱自己的国家 当然他说 不再热爱自己的国家 可能就和原来 那个二战前的那种 那种教育 是形成对比吧 也可能 也不能绝对说 日本就怎么好 因为当然就是 他是民主的国家嘛 他是民主的国家 你是不能 那个把你的什么观点 强加给他人的 不仅仅是说 你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还会成法律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 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们这个地方的 那个日中友好协会的 举行那个新年的 就是中国过春节 他们是过元旦嘛 中国过春节的时候 聚会嘛 大家一起那个 祝贺中日 那个友好呀 什么的 那个市长来了以后 很多的中国人就跟他聊天呀 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 那个市长啊 什么领导 好像就好像 发解一下 他就能给你怎么样 在日本不是 在日本是 他市长想发解 这些普通老百姓 给他投票的 但是呢 就说 他因为态度很好 我们这些人就说 好啊 我们拥护你 我们给你投票 结果把他吓得 他说 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说 好了 今天就通过 这篇 日本人不再爱国了 这个文章 当然 这最后我再说一点 真的是 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真的是这样 日本的文章 好了 红页 说日本人 今天就通过这篇文章 给您讲讲 我的一点体会 希望被您能有所参考 快乐相伴 一起尝诺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感谢您的陪伴 下次见 再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